家人们盼望的今天终于来了 《灿烂角》横店见面会顺利举行 为了庆祝地心引力再次合体 粉丝们早早做好应援 在地铁站铺满广告 在街边挂买横幅海报 在见面会门口坐起花墙 场面极其壮观给拙的牌面 小兰花和东方青仓也没让咱们失望 在见面会现场疯狂发糖 下面就带大家抢先目睹一下现场的高天瞬间吧 首先是上台的时候 还没见到王河地的人 就听见他在幕后说了一句 要扶一下下不 然后就看见他牵着于书欣的手一起上台了 两人的衣服也很般配 王河地是收腰西服配长靴的骑士装 于书欣是格子短裙带蓬蓬秀的公主装 王子和公主的搭配怎么看怎么顺眼 上台之后他们也没有避嫌 站的距离非常近 可以说是紧贴着 全程都把耳朵凑在一起说悄悄话 舔死人了 然后是坐下开始聊天的时候 两个人又开始眼神拉丝 王河地实力盯气 都快把于书欣看出窟窿了 由于两人一直看着对方都不愿意挪开眼睛 屏幕前的粉丝愣是连两位正主的正脸都没见到 一问环节 主持人问商却 如果可以的话想成为谁 大黑龙说他想成为东方青操 这时于书欣说了一句 怎么你也喜欢我呀 重点是这个野字有没有 小兰花对王河地喜欢自己这件事毫不避讳 正主自己发糖太爽了 接着见面会进行到情景演义环节 主持人现场念情节主演们即兴表演 原本还是搞笑剧情 到了最后一句 剧情秒变 小兰花出了上去 紧索的花出了东方青操 用爱化解了一切 于书欣毫不犹豫就棒上去 看着周围人的反应都是一脸磕道的表情 你们剧组不会都是地心引力的CP粉吧 现场还安排了王河地和于书欣观看剧中CP名场面 然后选择重新演义其中一段的环节 主持人原本是在问于书欣想重演哪段 于书欣把话题抛给了王河地 王河地直接把麦克风拿开 凑近和于书欣说悄悄话商量 最后决定重现要情谱的片段 开演之前决定站位的时候 夫妻俩还联合欺负张灵鹤 让他唱歌当作惩罚 这样他们就不用演了 还要求和他换位置 当场和仙俊没有脾气是不是 开演之后 王河地超级用力 一把搂过于书欣抱在怀里 于书欣明显没想到王河地这么入戏 那一瞬间的表情转换 好像在说 他这么敢吗 然后也紧紧搂着他 这里有一个超大堂点 于书欣最后送情谱 是把自己的戒指摘下来 送给了王河地 这是什么借游戏环节 私定终身的戏码吗 演完情情剧 两人帮平台另一档综艺打广告 小兰花手抱着小花玩偶 在胸前用撒娇的语气说 希望大家每天都要笑 还用手比V当作笑脸 王河地一把抢过玩偶说 太拔起了 现场还发了一段独家吻习花絮 两个人亲得天旋定转超级热烈 于书欣娇称的怪王河地 你干嘛亲我亲得这么热烈 这是可以播的东西吗 男女分队玩游戏时 两队要互相报上自己组的名字 男生队本来只硬要女生队先说名字 但是欣欣子坚持要男生先说 王河地见状立马向老婆妥协 先说了男生队的名字 是苍蓝爵男魔队 主持人让余淑欣说印象最深的一场戏和台词 欣欣子刚一开口 王河地就知道是思命眼坍塌的那场戏 余淑欣重现台词时 他还宠溺地说了一句 长恨一句夸我咯 那还得是你啊 游戏环节要求两人互相捂住对方的眼睛 这肤色差 身高差 手掌的大小差 全身上下哪里都是磕点 谁懂呀 最后放一段欣欣子期待的原班人马 校园情景剧 希望真如著作人王亦许回应的那样 要拍剧本好好打磨的现代剧 一起期待起来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